Nitianam,大家好,我是Manita Kailasa Nanda 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最高教皇普世灵性导师 尼西亚南达Parmeshiva上师 有很多同修在想呢 我的人生应该怎么办 有一些人找不到自己人生的目标 现在是在待业的阶段 有一些人呢是事业非常的繁忙 但是又想有一个大的突破 所有的这些人呢 我都建议你们要花时间呢 来Kailasa做志愿者工作 如果你呢 现在正好有很多的时间 你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来做志愿者的工作 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工作了 也要花出一天 至少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来Kailasa工作 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是你灵性提升的纽带 你和大师连接的纽带 这个纽带呢 是大师在给你播撒祝福的通道 就是你如果没有工作 或者你的人生有任何的问题 通过在Kailasa的工作呢 大师可以一直把祝福和圆满给你 这样的话 你想有的现实呢 就会最好的现状去显化 比如说你发愿想要自己有一个好的家庭 或者有一个好的工作 自然而然大师就会给你显化的 而且他显化的这个现实呢 是既有工作又有Kailasa 又有灵性 又有你的家庭 所有这些都是最完美的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工作 你想要有更好的人生 你的时间不是那么多 也希望你能够亮出一些时间来 在Kailasa做志愿者的工作 我说的所有这些做志愿者的工作 前提条件是 你已经上过Paramashio Home课程 如果你还没上过呢 你要先去上课这样 对于有工作时间少的同修 你也要来Kailasa做志愿者 因为通过这个桥梁的 这个灵性的通道呢 大师才可以呢 让你的人生更加的如你所愿 就是你想要的那个进步 你想要那个突破 你想要那个安全的保护 大师才能源源不断的给你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我们人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 时间和精力的去的地方 就是Kailasa的事业 在Kailasa做志愿者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想要家庭健康 人际关系金钱 所有的这些包括自由 你的成功 这些呢 自然而然大师会给你的 所以呢 作为试破神的徒弟 我们是非常幸运 人生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你不用在玛雅中挣扎 知道吗 只要臣服呢 大师可以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 其实说到这儿 我又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大师在开始中讲的这个 Baguan Ready 他呢 是在美国的一个信众 非常的虔诚 但是他的经历呢 也是非常的受人启发 在他非常虔诚的对待师傅 然后大师所有的课程 还有这些活动 他都会参加的 然后 但是每一次参加完之后 金钱都不显化这样 有一次他为了来上大师的课程呢 他的工作单位不给价 他就把工作辞了 然后呢 用了所有的努力 拿出所有的金钱呢 5万美金带着全家人来上课 他以为回去之后 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 但是没想到呢 一分钱没有回来 工作也没有 他反倒进入到借债的这个状态 所以就内心非常非常多的痛苦这样 他没有真正的怀疑师傅 但是他有一点就是想不通 为什么我显化不了金钱 大师一直在祝福我金钱 为什么我就是显化不了这样 在那个时候呢 他就是因为没工作呢 他就转行去学习这个保险业 然后在那段时期呢 他呢也就是做了阿卡西阅读 时空大神就跟他讲说 说因为你不懂得什么叫做臣服 所以不能把钱给你 因为你如果有钱之后 就会离开我们 所以他就是非常深刻的 跟大师发愿说 我要知道什么是臣服 然后大师就给他一个祝福说 你从此不要再看电影了 看电影的对一般人来讲 是个娱乐 但对他来讲 是像生命一样重要的 他就是上瘾这样 但是他在听了大师的话之后 他真的就是臣服 他用最高的一致性 做到不看电影 不仅仅自己不主动看 甚至包括被动 比如说坐在飞机上 其他的旁边人在看 他会闭上双眼 如果他去别人家到访 别人在看电影 他会离开这家这样 这是真的 就是做到这么严格的 和大师的一致呢 居然呢 他的这个保险生意 就走窍了 然后现在就突然发迹呢 现在的收入是之前的 月收入是之前的年收入 而且呢 就是瞬间成为百万富翁 而且大师还祝福他 成为亿万富翁这样 所以他现在再走过来呢 再回头看 他只有一句话 就是感谢师父 就是对大师的臣服 师父什么都会给我们的 所以呢 这段故事给所有人的一些启发 第一呢 当你的人生发愿 没有成功的时候 你有在抱怨师父吗 你有决定放下师父吗 如果像把关ready这样 他没有放下师父 虽然他有很多疑问 但是他从来不去质疑师父 上师总会给你一个答复的 其实对他来讲呢 就是一个这样的转捩点 虽然看起来呢 是很痛苦的 这样的一个下坡路 但是呢 他的这个事实上是重生呢 就像大师在开示中讲呢 师婆神的第三张脸 如果你用无力的认知去面对呢 他就是毁灭 如果你用强有力的认知去面对 他就是重生 对于把关ready来说 他就是一个重生的机会 他走到了最新的一个行业呢 是可以发大财的 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没有大师的这个 当时给他的这个 把这条路给断掉呢 他也不会走向这个 真正能发迹的这条行业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大家觉得 你在跟大师连接的时候 你的人生反倒更加不好 你被辞职了 或者你怎么样 不要立即的决定 大师没有照顾你 或者大师的做法是错的 这一定是大师的安排 它是吉祥的 你就挺住就行了 臣服于大师 继续往下走 一定会有波云见日那一天 再有呢 就是臣服 我们一定要把上师的话 当做最重要的话 就是大师讲的 我一定去做 甚至有的时候是 实践上看起来很麻烦 或者是 甚至是违背我们的做人原则 也要遵守大师的话 因为你不知道 他要消掉你的哪个业力模式 你不知道他在这个背后呢 给了你多大的这个祝福的 这个预备这样 所以呢 强烈的和大师一致 在桑嘎中工作也一样 就是这样的 桑嘎所有的行为 准则 所有的这些 其实都是大师 直接间接在给我们的指导 就是完全的和桑嘎一致 和大师一致 我们可能要放下很多东西 甚至是自己的这个 恐惧感 或者是贪念 或者是焦虑 所有这些情绪都要放下 如果我们能做到呢 你做到了臣服 你的人生就会有最大的吉祥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自己事业 家庭健康 所有这些成功呢 就把自己彻底的 放在大师的脚下 去 就让自己呢 像一个宝宝一样 待在大师的怀里 他说什么我就去做 自然而然的 你想要的一切 不光是会给你呢 而且是会比你想的还要好 这就是现实 希望这个讲解 能够给大家一些 启发 也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真正的做到臣服 你有做到臣服吗 然后呢 来开拉撒 做志愿者的工作 保持住自己和大师 这个灵性的纽带呢 你的人生就会不停的 被大师祝福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你叫当当